那如果考场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马上跟那个考场那个监考老师提出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这个没办法显示是考场的因素 他就会告诉你说 那个没有关系 他会看你front page就可以了 看front page 那这题比较简单一点 就是说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开启Guitar Lending 然后接下来一样的方式 上面的部分是这些 那因为一样 所以我就用那个复制贴帐的方式来进行好了 反正上面的部分你就按照他的要求 最上面这里呢 他是用一个四号字 那颜色的话呢 你就直接在这边 设定为00 没有红色 然后 这个蓝色加上绿色 并且把它置中 这一题就很特别 这边就有置中两个字 可是前一题没有置中两个字 这很奇怪 然后呢 也是动态效果 所以呢 你就选择看是不是当载入网页的时候呢 是不是要飞入或者等等的效果都可以 好 那就完成了这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说 第二小题 这个地方一样 回社团介绍首页嘛 特别注意哦 插入 超连结一定要目标框架 这个index 目标框架一定要选整页 跟前面两题一模一样 那其他设的设时就是直接插入超连结 连结到那个gitart的history gitart history按确定 那这边目标框架不用设定 不用设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插入超连结 就选择gitart event 进期活动功效 就是gitart event 那目标框架也不用设定 好 那这个地方第二小题就完成了 第三小题的话呢 各教学项目 在0103这里 那这边它会跳出一个 你0103点两下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说你要编码的方式 那这边特别注意 一定要选择哪一个呢 对 如果你用美国这个CO就变乱码了 一定要选繁体中文案确定 这边总共有13个项目 这13个项目就要做13个按钮 那13个按钮怎么做呢 第一个你就直接切换回来 按钮的位置在哪里 它也没讲 所以你可以直接从左边这边 然后我就直接怎么样了 它说请制作成按钮 以动态效果呈现 按钮之间需要空白分隔 那这里的话我就先插入一个什么呢 互动式按钮 那这个按钮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互动式按钮的话呢 其实我是建议你是 先把第一个 这个0103的第一个基本月理 把它复制起来 再切换到这里的时候呢 插入一个互动式按钮 然后呢把文字怎么样 把它贴上去 基本月理 然后就按一个确定 然后就按一个确定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有一个 一个新的按钮出现了 那这个按钮 我们在的按钮 然后再按钮 然后再按钮 击断 再按钮 那